播讲糖醋马蹄酥 喜欢我的朋友可以加QQ群 2395-62036 2395-62036 曹管家接下来的饭菜 自然不会落到下人嘴里 曹管家命人挑了两样小菜 温了一壶酒 让府中的侍卫快马嘉宾 送去给宫里的萧王爷 一定要亲自送到王爷手里 并且告诉王爷 王妃准备了一桌菜 等王爷一起用膳 没等到王爷回来 王妃很失落 这是实话 曹管家不认为 自己这么说有什么不对 当然 王妃知道她自作主张给王爷送菜 肯定会生计 但王妃因此事生计 顶多也就是一时 要是王爷不知今晚的事 没能哄好王妃 王妃肯定会不高兴很久 为了王府的和谐与安定 她只能牺牲小我了 侍卫显然也知道今天的事 当即快马嘉宾赶到皇宫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又一路狂奔跑到肖王暂用的办公处 屋内灯火通明 可见肖王此事仍旧在处理公务 有那么一刹那 侍卫是想回去的 肖王府的下人都清楚 王爷在办公时 非重要的事不能打扰 像陪王妃吃饭这种事 真的不能算重要的事吧 不过 侍卫转念一想 又觉得王妃不高兴这件事 应该是重要的事 王府救王爷和王妃两个主子 王妃不高兴 王爷肯定也高兴不起来 到时候 两个主子心情都不好 大家都别想有好日子过 为了王府上下着想 侍卫硬着头皮上前 让守门的小太监进去通报 哪知话还没有说完 小太监就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 王爷说了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 我有 侍卫又到 可仍旧没有说完 就被小太监打断了 侬才知道你是萧王府的人 你要有事自己进去 小人不敢拦 打死他也不进去 他没胆子打扰萧王爷 萧王爷认真办公的时候 太严肃了 他真不敢 侍卫狠狠地瞪了一眼 怕死的小太监 整了整自己的衣衫 深吸口气 才上前敲门 王爷 悲剧天期求见王爷 天子号 是萧王的心腹亲的 要不是这样 他也不可能顺利走到这里来 进来 屋内传来萧王冷冽的声音 光从声音听不出喜怒 但天妻的心 还是惊得漏跳了一拍 在此之前 从来没有人敢打扰王爷办公 这是第一次 但愿王爷看在王妃的面子上 不计较他的貌事 王爷 侍卫进来 拎石盒的手紧了紧 何事 萧天要放下 手中未看完的折子 他知道他的手下 没有重要的事 绝不会打扰他 这个 是王妃为您准备的 侍卫将石盒举起来 却不敢贸然上前 王妃 萧天要一震 眼中飞快闪过一丝惊喜 面上却仍旧一脸严肃 拿上来 难得那个女人还记得他 可惜不是亲自送来 略有点遗憾 侍卫小心地将石盒 放在萧天要面前 聪明地没有自作主张地 去打开他 萧天要压下心中的喜悦 故作不在意地 将石盒拎到自己面前 面无表情地打开 得看到石盒里的菜色 不由地皱眉 怎么全是冷菜 还是他并不怎么爱吃的菜 不过 想到林初九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不知道他爱吃什么也正常 萧天要大度地不计较 出去吧 忙了一天 他确实饿了 林初九送来的吃食太及时了 高兴过头的萧王 自动忽略 石盒里只有两盘 并不能吃饱的朗菜 只顾着欣喜 林初九这份用心了 王爷 还有一事 侍卫此时终于明白 门外的小太监 为什么不敢进来了 面对严肃认真的王爷 压力太大了 说 萧天要的眼神 从桌上两盘菜扫过 落到侍卫身上 言有几分不耐烦 侍卫吞了吞口水 闭着眼睛 飞快地说道 王爷 王妃今天下午 亲自去厨房安排了菜色 等了王爷两个时辰 没有等到王爷回来 一个人去后院用饭了 说完 侍卫悄瞧睁眼 看了萧天要一眼 见萧天要人就是严肃 没有表情的样子 急忙道 王爷 卑职说完了 卑职告退 侍卫躬身退下 可刚走两步 就被萧天要叫住 慢着 侍王爷 侍卫站得笔直 却不敢看萧天要 今晚守在外面 不许任何人进出 萧天要起身 连桌上的折子 也不曾收拾一下 只将刚取出来的两道菜 放回石盒中 拎在手上 往外走 王 王爷 看着从自己身边走过的萧王爷 侍卫傻眼了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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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吗 王爷 这是丢下公物 不管 要回府陪王妃吃饭 守好 除了本王 任何人不许进出 里面有不少重要的折子 其中有三分之一 是他批示过的 在他没有公布前 不能落到任何人手里 卑之领命 侍卫啪的一声站好 行了一个军礼 转身站在萧天要身后 随萧天要一同出去 然后将门锁上 王爷 你有什么吩咐 守在不远处的小太监 见萧天要出来 忙上前询问 野鹿 本王要出宫 萧天要冷冷地开口 无视欲接过时和的小太监 自己拎在手上 不管他心中有多着急 这一刻 他都不会表现出来 他暂时还不想让人知道 林初九对他有多重要 就对林初九来说 太危险了 是 是 小太监举着灯笼 快步在前面带路 不多时 小太监就将萧王送出宫外 不等小太监说话 萧王就带着石盒 翻身上马 策马离去 萧王在屋内的一举一动 无人能窥探半分 可一旦他出屋了 暗处就有无数双眼睛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萧王前脚刚走 后脚他拎着石盒 急欠回府的消息 就悄悄传开了 萧王府的侍卫 带了一个石盒来见萧王 没说几句话 萧王就带着石盒 急忙出宫了 那石盒里面会是什么 什么东西重要到 让萧王放下公务回府啊 石盒里面装的绝不是 普通东西 萧王府的人用石盒装 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晚 无数人因萧王手中的石盒 而失眠 他们猜了许多东西 甚至猜测石盒里面装的是玉玺 可却没有一个人猜测 里面是吃石 临初九不知 只是两道不起眼的小菜 便让大半个经常的人 都动了起来 甚至某些心虚的人 开始不安了 谢谢您的阿姨